大家好 我是MIRROR 素顏開場我代表今天又是GET READY WITH ME 還有順便還有一個實測 今天最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MAG這個品牌 MAG這個品牌我都知道很久 但我從來都沒有去接觸過 直至今年的年頭我就說 我開始對化妝產生了興趣 所以我都有開始追蹤很多美妝的Instagram 當中有一些就是MAG的MAKEUP ARTIST的Instagram 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 化妝技巧有很多tutorial 所以我在他們身上都偷偷學了不少東西 然後我覺得MAG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他們很專業 有時行街都會經過MAG的化妝counter 然後也會去試試化妝品 那時候我也會覺得MAG的MAKEUP ARTIST 他們的技巧和手法都是很厲害 所以我就慢慢對MAG產生了興趣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MAG在韓國 都算是一個挺有指標性的存在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韓國有很多品牌呢 他們都會有一個 韓國MAG之稱 所以由此可見 其實MAG這個品牌是很值得效仿的 那現在我就洗完臉了 塗完護膚品的狀態 現在就噴這個 MAG的活力水噴霧 那這個其實呢 是妝前和妝後都可以用的 那妝前用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幫你的皮膚再做一次保濕 大範圍地噴到臉 但是呢 要留意噴的時候 因為它那個噴的力度有少少強勁 所以呢 我是喜歡軟一點噴的 然後呢 就等它乾了 噴完之後你不會覺得好像有沉夜的臉 是很舒服的 而且噴霧的話我會很喜歡夏天噴 因為夏天你噴完之後你覺得整臉好像很清爽的 那噴完噴霧之後呢 那我會再上一個妝前保濕精華液的 那這個精華液的好處是什麼呢 又是可以將你的皮膚瞬間保濕 因為早幾天呢 我有一天是很趕時間 然後又沒有時間敷面膜 然後我就用了它 發覺它的保濕力都不差 因為尤其是現在韓國 雖然是4月 但是韓國還是很冷 然後濕度 怎樣都沒有香港和台灣那麼濕 那所以呢 就算上妝之後呢 都不會覺得皮膚說很乾 那它擠出來是透明的 我覺得擦多少呢 就是因人而異的 那看回你的皮膚狀況 如果你皮膚狀況很乾的話呢 它一擦就會很吸收的了 所以這個情況就可能會擦多一點 我非常之喜歡它的質地呢 是一點都不會覺得黏 很薄 就算妝前塗也不用擔心說它不會被吸收 和化妝品會撞在一起 然後會起粒粒 而且呢 它有輕微的可以提亮膚色 看來皮膚呢 是會比較飽滿一點的 好 然後呢就要介紹我們的主角 就是這個 Studio Fix Fluid Foundation 它真的超級無敵 是我用過的那麼多個粉底裡面 目前來說是最好的 雖然我不是用過很多個粉底 但是它真的很令我驚艷 首先第一就是因為它有24個色號 無論你擁有什麼膚色呢 都可以適合你用的 因為選錯粉底的顏色 其實就會直接導致你看它有沒有氣色 所以我覺得它有24個顏色給你選擇 其實真的很貼心 我用的這個就是NC14號 就可以直接上臉了 粉底其實也不需要用太多 塗粉底我就不會用手指的 我就會配合它們這個170掃 那些掃毛是超級軟滑 然後我覺得它的角度都非常好 因為它這樣斜斜的 而且它也是挺窄 我覺得用它來塗粉底 其實粉底都會塗得很均勻 這樣blend開 因為那些掃毛是很軟 而且是很舒服 因為很容易 就可以把粉底這樣blend開在臉上 平時用掃去上粉底的時候 很怕有件事就是怕 通常掃完之後可能會有痕跡的 但是這個是不會有的 然後鼻液這些位置其實都很容易可以塗到 這個粉底它超級薄 但是我覺得它遮瑕度是很不錯 剛剛我鼻液不是紅紅的 現在都完全遮光了 另外本身其實也有一點點暗窗印 然後它也幾乎遮光了 然後黑眼圈這個位置其實有塗和沒有塗是很明顯有分別 它粉底真的很薄 薄身真的會有這麼厲害的遮瑕效果 其實真的令我挺驚喜的 而且本身這個粉底真的超級好推 因為有些粉底如果是不好推的話 就會很容易在臉上變成一塊一塊 然後就會塗得不平均 但是這個粉底液完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好了現在整面塗了這個粉底 會看到該遮瑕的地方都遮光了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我不用再另外上遮瑕膏 頸是沒有塗任何分 但是你看到顏色是一樣的 塗上面的質地是霧面比較雅致的 它的胸油能力真的超級強 我是怎樣發現的呢 我最近經常都不小心不下妝就睡了 然後我翌日起床發覺我整個妝都還在這裡 是完整的 幾乎不用補妝就可以直接出 所以我已經測試過無數次 它的控油能力超級非常強 我昨天不小心大妝睡覺 但是完全沒有掉過 那個粉底 額頭的位置出了少少油光 很誇張 你看我的嘴已經是掉得七八八了 但是它的遮瑕度還在這裡 超誇張 所以我在用它之前 我已經聽過它說是一個運作全球銷量冠軍 現在的粉底液 我覺得它真的是當之無愧 好了現在整個底妝就完成了 我也是不會塗任何的遮瑕蚊 然後接下來都會用MAC的其他化妝品 完成整個妝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MAC的子彈唇膏非常紅 那在韓國為什麼會紅 因為之前Suzi在某個雜誌裡用過這支唇膏 MAC的子彈唇膏就開始大買 所以到現在基本上每一個韓妹 我至少都會擁有一支MAC的子彈唇膏 至少都會擁有一支MAC的子彈唇膏 好 我的妝容就完成了 然後再弄一弄頭 然後就出外 不要忘記了 都可以佈一次這個噴霧去定妝 然後就等它乾 好 謝謝 lip打的 我回到歌PAP 現在還沒錢 我回到歌PAP 但我回到歌PAP 经过了整天 这个粉底的表现力真的非常之好 我现在基本上只是鼻的位置有出了少许油 还有颜头会有少少灵灵的之外 其实面珠灯基本上是没脱过 鼻翼的这些位置没脱过 嘴的位置因为刚刚吃东西的时候我又抹过 所以可能嘴边这些位置会有少少脱了 但我觉得很正常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粉底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去MAC的计划 真的直接视上脸 就会体验到它的威力 其实不单只是我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看到我一直大赚 他们都自己买过来试 然后他们纷纷大赚抗油力非常之好 所以如果是出油严重的朋友 我觉得都挺适合用 我自己就是混合性皮肤 所以T字位出油成分比较严重 但你都会看到它的抗油效果是真的非常不错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帮我按下来支持我 记得follow我的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追星动向 记得按订阅和订阅 就不怕错过追星的视频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